今天持續受到太平洋高壓勢力的影響 各地高溫上看36度 但這可能還不是最熱的時候 有專家指出現在才剛開始真正要熱 而氣象署也提醒 七年午後容易有局部大雨發生 而且雨勢可能會下到入夜 前氣象局局長正名點也發文示警 當雷雨發生 民眾在野外活動的時候 如果您感覺到毛髮直樹 就要立刻蹲低 用雙手互助頭部低頭到雙膝肢捷 烈日當空下民眾待在戶外 恐怕一秒都嫌多 受到太平洋高壓勢力持續影響 週一白天各地高溫上看36度 不過最熱的時間點還沒來 台大大氣科學博士林德恩發文指出 現在才剛開始真正要熱 直呼今年太平洋高壓實在太過強勢 根據氣候模式預估 從6月24號到7月6號期間 太平洋高壓軸線明顯犧牲 整體溫度偏暖 而各時段氣溫都略高於氣候平均值 設施0.8到1.4度之間 我們要特別提醒的是在中南部的內陸地區 大海北地區還有在花東縱谷的部分 還是容易會有36度以上 南部地區明天的溫度可能會比今天再更高一些 不排除有36 37度 天氣門熱午後還是要慎防雷雨發生 氣象署提醒中部以北地區以及各地山區 午後容易有局部大雨發生 而且可能下到入夜 週三週四雨勢跟雨區才會逐漸縮小 前氣象局局長證明點也PO出雷雨區的安全守則 提醒民眾在室內要避開電話線跟門窗 雷雨時也應該要避免淋浴 而在野外活動時如果感覺毛髮直竖 就要立刻蹲低 用雙手護住頭部低頭到雙膝之間 近來午後雷雨頻繁發生 提醒民眾不論在戶外或室內都要注意自身安全 這裡屬於陳建國台北採訪報導